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奖品哦 在第六届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中 为了奖励多年来持续挑战的同学 特别颁发了金牌三连霸奖项 分别由国小高年级组的郭品轩和林轩佑两人夺得 他们在这三年来连续参赛都获得金牌十分厉害 而获得这项殊荣的两人也非常开心 并大方分享自己的作画技巧与心得 原来关键在于实地观察还画出细节 很开心之前连续参加三次都有得到金牌奖 也得到了3.8 认真画就好了 然后根据这个庙的外形来画的这幅画 有啊 要有照片才有画的比较出细节 就很开心啊 就是我们跟家人到这边看到里面我就会就想到这里就会画这些这样 就把很多细节都把它全部都画出来 对 然后就可以 就就是这样 本罚三年霸奖项的寿山爷观音寺常务董事何正森 也恭喜两位得奖者 并对于当年他活用自己担任巴德师长的经验 推动庙方举办亲子绘画比赛 能够在近年如此受到大家喜爱感到十分欣慰 也期盼透过网络献送live直播 能让更多人看见寿山爷以及绘画艺术之美 过去我在当年还没有升格之前的巴德市 我在当年市长的同时就举办这个绘画比赛 所以呢我在这边当务常任这个常务董事 我就把这个在巴德所举办的这个活动 带到庙宇来先以为我们受伤员观音室 来做我们所有每一年举办的这个绘画比赛 那我想今天这个比赛能够在八千多件里面 起得四百多件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在这个文化的传承上面 尤其是在我们的绘画这个领域里面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越来越办越好 让所有在全台湾每个角落 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够利用YouTuber 看到我们的直播 广发英雄铁的寿山岩亲子绘画比赛 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民众踊跃投稿 妙峰也欢迎所有小朋友持续来挑战 说不定下一个金牌三连霸小画家90你哦 记者对于婷同媒报导